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在下郁大华 荣幸地蒙受邀请来到宁波图书馆的天一讲堂 报告我的一点心得 我很惶恐 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 我不能亲临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宁波市 这是一个遗憾 我报告的题目是康熙帝教子的智慧与理念 大家知道康熙皇帝是清朝的皇帝 那么清朝是满族建立的王朝 满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 他活动在白山黑水之间 他过着渔猎的生活 他跟我们中原不一样 中原是农耕的经济生活 蒙古是游牧民族 然后满族是渔猎民族 这个民族在文化方面一直缺乏建树 那么直到诺尔哈赤的时候 只有语言 没有文字 后来诺尔哈赤不是创造了老满文吗 但是后来又改革了 那么变成了新满文 那么诺尔哈赤领着子弟兵 那么起兵反明 然后呢大打杀杀几十年 所以呢 他谈不上很系统的教育 1636年的时候 黄太极改国号为大清 并且称皇帝 但是那个时代实际上也谈不上皇子教育 即使在入关之初呢 恐怕也顾不上这个问题 那么 清朝的皇子教育 它是炒创于康熙 定型于乾隆 那么最终啊 形成了我们中国历史上 最阳格最系统的一个皇子教育体系 那么康熙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讲第一个问题 讲康熙帝确立皇子教育的规制 这个事情啊 回想起来挺有意思 康熙帝呢 确立了清朝的皇子教育制度 但是呢 康熙帝本人呢 却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啊 康熙帝是一个苦孩子 他生长在帝王家 那么刚刚一岁啊 就被送出了紫禁城 送到城外 干什么呢 因为当时啊 城里边流行天花 那么把他送出紫禁城 把他送到紫禁城的西边的一个房子里边 到那儿去拿金电话说 叫隔离 当然尽管如此 实际上康熙啊 还是没有躲过天花 只不过他生命力旺盛 所以呢 他挺过了这一劫 最后脸上留下了几个不太深的麻子 那终身就获得免疫令 康熙小的时候啊 没有人管 他父亲呢 忙着打离婚 就是要废皇后 后来呢 又跟那个董厄妃 爱的子去活来 再后来呢 又想出家 所以他父亲顾不上他 大家说 那他不还有母亲吗 他母亲啊 以为很低 也没有机会去接见他 去接近他 康熙啊 八岁上父 那么父亲去世呢 他登基做皇帝 几个月之后啊 他母亲就去世了 所以康熙皇帝晚年就说 说他平生最大的遗憾的事情 就是没有一天 得到我父母的关爱 也没有一天 在父母跟前进校 老皇帝到晚年的时候 还经常念叨这个事情 所以他是一个 不大被人过问的 这么一个皇子 大家说 那后来当了皇帝 虽然是没有爹没有妈了 但他上边不是还有一个 很了不起的祖母 叫孝庄门皇后吗 皇太后 这时候已经是太皇太后了 难道孝庄门太后不管他吗 不管 孝庄门这个人呢 他是猛族人 嫁到东北 那么嫁给满洲人 嫁给皇太极 然后呢又来到北京 他连汉话都不会说 而且呢 孙子死了之后 孝庄门掀起了一场 去汉族话的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 孝庄门会给他 请汉族的师父吗 再者说了 当时 康熙皇帝比较小 那么有四位辅政大臣 掌管国政 这四个辅政大臣呢 也都是满洲老人 他们想不到这一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康熙皇帝 他等于是自学成才啊 他呢 跟着太监学 当时宫里呢 太监啊 都是明朝的太监 明朝的太监 比较有文化 有两个太监 一个姓王 一个姓林 那么交给他四叔五经 另外呢 有一个苏玛拉 那么交给他蛮语 哎呀 康熙这个人呢 可了不得 那是一个天生的学霸 你看康熙回忆说 等到四七八了 这个时候已经亲政了 更赌于学 逐日对礼事前 就是每一天 还没有正式的开展 他皇帝工作之前呢 他学习 你看五更记起诵读 五更大概是三四点钟的时候 就起来读书 等到天黑的时候 工作处理差不多了 那接着 接着学 这时候他是皇帝了 他请了很多有学问的人 甚至包括外国人 一起来探讨学问 哎呀 他说静智过劳 谈中带学 也非常少 类似那样 他依然要努力的学 康熙这个人了不得呀 他的奶奶是满国人 他的爸爸是汉族人 他的爸爸是满洲人 那个三个民族的血统 造就出一个天才来 这个人 横道越马 统领千军万马 那么战无不胜 北边抵抗撒冷 南边收复台湾 西边呢 丁丁山坛 然后呢 坐稳基乱宝殿 开创盛世的这个局面 而且讲起学问来 康熙的学问 造语最深的是 儒学 他对很多儒学的观念 都有自己的解释 我们今天 哲学家一提起康熙的儒学造语呢 依然是占不绝合 此外对数学 康熙很有造语 那么给皇子们讲几何 讲几何 他会会做很多很多的数学题 那么会天文学 他可以纠正青天间 对着天象的这个推算的错误 会地理学 会解剖学 哎呀他会汉语 满语 蒙古语 还会一定程度的德语啊 拉丁文等等等等 那是一个天才的人 这个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浙江 宁波有一个伟人 叫黄宗熙啊 黄宗熙早年抗清 失败之后就隐居起来 做学问 做明朝的遗老 不跟清朝合作 对吧 但你看黄宗熙晚年 对康熙也是战不绝口 想不到 这样的君主 出现在 不是我们汉族人的这个阵营里面 黄宗熙也说了很多 赞扬康熙的话 所以这个皇帝不得了 另外 康熙呢 他接受教训 就是他从小没有做过很好的教育 那么他呢 很抓皇子教育 他确立了清朝皇子教育的基本的规矩 在清朝的皇帝里啊 康熙是皇子 是儿子最多的一位 一共有三十五个儿子 这我们很难想象要有三十五个儿子 会幸福到什么程度 那么三十五个儿子里面啊 有持续的二十四人 什么叫持续呢 就是排行 你比如说大阿哥 二阿哥 三阿哥 四阿哥 你想啊 小孩生出来 如果十天半个月就夭折了的话 他就没有持续了 那么如果要是活到八岁九岁 再夭折了呢 他这个持续是保留的 大家说孩子都没有了 持续还要吗 要 要 就是说这个持续还在 那么成人呢 是二十人 什么叫成人呢 标准是十六岁 是十六岁 你看康熙三四五个儿子 最后长大成人还二十个 另外还有女儿 二十个成人九个 当然女儿不受教育 闺女不受教育 我看那个清朝的材料 清朝皇帝的这些公主们呢 不但不受教育 连名都没给起 其实 其实也没必要起名 叫什么二哥哥 三哥哥就可以了 起名谁叫 那么这个儿子多 确实存在一个教育的问题 那么康熙啊 他做了系统的 系统的规定 我们先说啊 清朝皇子教育 康熙确定的这个制度 这个入学的年龄和学习地点 康熙规定啊 皇子 当时还包括皇孙 皇曾孙 康熙那个时候 皇曾孙呢 还没出生呢 那么 皇孙是有 是有 一律是六岁开门读书 当然这个六岁啊 也不是那么阳格 也可能四岁五岁 或者是七岁 凑一波就可以开门读书了 避典呢 在紫禁城里边 这个南勋殿的西藏房 后来又调整到冒秦殿 这两个地方都在紫禁城 在西南边 他们住都是住在紫禁城的北边 大家知道紫禁城也很大 那么从筑地啊 走到这个学习的地方 要走很远的 大家说坐教 不可能坐教 紫禁城里边 那除了皇帝皇后以外 一般人不能坐教 但是后来调整到 这个显夫宫这些地方 逐渐的就近一点了 入学的时间呢 选在每年正月十五之后 正月十五以后 可能是十六 也可能是七 可能是八 具体哪一天呢 由青天间来选一个 适合读书的日子 第二 师生关系啊 这个问题比较敏感 那么康熙皇帝啊 为了教育皇子 所以呢 要选名师 标准很简单 就是两个 一个是人品 一个是学问 一个是人品 一个是学问 人品呢 经过长期考察 选一些比较中厚的人 那么学问呢 康熙皇帝还要面试 挺不给老师面子的 康熙有的时候 把那些老师 问得面骨耳吃啊 为了皇子教育 那么康熙有的时候 也顾不上情面了 康熙选的这些皇子的师傅 全是现任官员 他不是专职的师傅 都是现任官员 就是保留原来的品级啊 原来的职位啊 然后呢 到上书房 专门去教康熙的孩子们 你著名的有像张英啊 像李光帝啊 像熊次吕啊 汤斌啊 耿介 徐元梦等等 各位朋友都耳熟能详 都是康熙朝著名的大官僚 那么这些人呢 暂时把自己工作放一放 品级和职位还都保留着 然后呢 到上书房里边去 做这个康熙皇帝的家庭老师 康熙那个时候啊 清朝还立太子 那么这个太子啊 由张英 雄次吕 李光丽 李光帝等人呢 专门来教 至于其他的皇子 就是集中到一块 没有固定的老师 不是一对一 但是太子是一对一 是这么个情况 大家知道 这个师生关系啊 它是一对矛盾 是一对矛盾 为了保证这个教学的效果呢 必须得给老师一定的权威 但是这个矛盾就很突出了 因为康熙的儿子 那都是皇子啊 是天皇贵奏 是金字玉页啊 那么这些大臣们 现在开始做师父 说起来都是打过了 那也是凡夫俗子 这关系该怎么处呢 在等级社会里呢 李洁森一然呢 怎么处 康熙说 首先要行拜师礼 这些师父们不敢接受 不敢接受 那康熙要强调 说要让他们知道尊师 那才能学好吗 那必须得行拜师礼 最后讨价还价 最后形成这么个制度 首先拜孔子 就是说这老师啊 领着皇子们一起 跪在地下 给孔子磕头 然后呢拜老师 就是师生二人都起来 起来之后呢 老师站在 皇子呢 面向老师呢 坐一 一边坐一 一边要说一声 师父 这就是拜师礼 在民间也要跪拜的 但是呢 毕竟是皇子 老师也不敢接受 拜师礼啊 还有一个环节 那么作为家长 要准备一份后礼给老师 在今天那不行呢 有委师得了 那过去 过去师生官是一丛人伦了 所以要给老师送礼 送什么呢 一般是这样三样 一样呢 是 这个 纸啊 笔墨啊 样太一类 这是一类 第二类是零罗绸缎 第三类呢 就是食品 那么这是拜师礼 上面的见面礼 康熙啊 他赋予师父一些权利 比如说皇子 如果要是读书不认真呢 师父啊 可以罚书 就是罚他 念几遍 可以罚字 就是罚他再写几遍 甚至可以罚字 大家说还能动手 动手不敢 在书房里 师父说了算 你比如到吃饭的时候 人家把饭送来了 其实每个皇子 身边都有随从 都有一大帮随从 但是 皇帝规定 师父同意了 准去吃饭 放去 皇帝不同意 你就看着 另外 善学 就是放学的时候 师父同意了 同意 我们就放学 那过去都是师父说了算的 所以师父呢 是有一定的权利的 有一定的权利的 皇家呢 为师父啊 提供饮食 提供车马 提供衣服 甚至宅地 你比如说 这个师父 住的比较远 他每天来上课 很辛苦 所以皇家可能 借给他一套房 甚至就 给他一套房 那么 师父和皇子之间 一律 平礼相见 逢年过节 互赠一些 不值钱的 小礼物 哎呀 这个尺寸得拿捏好啊 因为这个礼物要比较重吧 就比较敏感了 要结党 营私之嫌 不送吧 也不好 毕竟逢年过节 中国是人情社会 所以互相之间 送一点小礼物啊 送个贺卡之类的啊 送一些这个东西 师生之间啊 都是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很深的感 皇子圣 这里边有当了皇帝的呢 终身也要尊师 同时啊 这个教授国语 就是满语 叫齐瑟的这个满洲的师父啊 不算师父 叫安达 安达 这些人见了皇子 要行跪拜礼 他跟汉州师父不一样 汉州师父见了皇子 是平礼相见的 但是呢 这些满洲的安达 见了皇子 要立即跪拜 好 说第三个问题 作息时间 作息时间 呃 银时 就是 呃 清晨凌晨的三点到五点啊 起床上学到教室里 温习功课 啊 温习功课 大家说怎么 他三点到五点呢 呃 是这样 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没有今天这么阳格的时间管理啊 他一般是银时 就是三到五点啊 就起床 呃 到教室 五顿吧 大家说那那晚上五点六点的时候不饿吗 哎 他还有一顿吃点心啊 不是正餐 就是吃点心 说是点心 那质量 也不低 花生品种 也很多 啊 所以五正啊 就是十二点呢 吃晚餐 呃 呃 上午上课 呃 就是吃完早餐之后不就上课吧 可以休息两次 每次呢 十五分钟 呃 大家可以在院子里啊 转一转 啊 具体时间呢 呃 由师父啊 安排 呃 下午啊 吃完晚饭之后呢 下午就是学蛮语 呃 学这个起码 呃 然后学拳术啊 呃 练武功啊 啊 还有刀法 以及火器的使用 啊 等等等等 啊 等等 皇子 每天学习时间 长达十二个小时 大家看看这个学习强度 我们今天的高山的学生每天十二小时也没问题 但是你别忘了清朝皇帝的皇子是六岁入学 从小啊 每天至少就是十二小时 啊 一般来说傍晚四五点钟 放学啊 啊 放学 放学 吃点点心就该睡觉了 因为 转过来第二天三到五点又得起床了 啊 这个学习强度非常非常的 啊 啊 呃 皇帝呢 对这个 对这个师父啊 要求很严格 啊 这个师父也有不认真的 比如说他们跨课啊 早退 有不负责任的等等 啊 那么要处罚 对汉族师父的处罚啊 一般就是法愤 但是对满族安达的处理 那不是法愤啊 那是摁地下打板子 如果拿今天的标准来说 那应该是家长打老师了 啊 但是当时不这么看 我看很多材料啊 你比如说康熙 乾隆 都打过这些满族的师父 打过满族的师父 啊 你想 康熙来到这个上厨房 让皇子们射箭 嗯 一看这个 射得不准啊 射得不准 打 打谁呢 打老师 打安达 打满族的这些师父 啊 这也不好 你你你 你说 他射不准 你打射不准 那个人 你打老师 哎呀 康熙有一次 下列打那个满族安达 那个下手的人 下得很重 直接给打伤了 嗯 节假日的安排啊 他跟今天不一样 他从正月份呢 过了正月十五之后 就开始上学了 那么全年上课 没有今天的所谓 双休日啊 节假日啊 寒假暑假的概念 只有皇帝 皇后过生日 还有皇子本人的生日 还有新年 端午 中秋啊 可以休息一两天 另外 夏天的时候天热 三福天的时候 课程简半 啊 此外就没有什么 优惠了啊 那么 一年到头都上课 每年呢 最后一堂课 是除夕那天 考虑到第二天 这不就是新年了吗 所以除夕这一天啊 下课时间 是定在上午八点 我们今天是上午八点 上课 人家上午八点 正式下课 一年 学习任务 到此 下面说一下学习内容 和学习年线 学习内容啊 比较多 比较多 有经 就是儒家的经典 有史 你比如说 像史记啊 汉书啊 自知通鉴的 等等 学诗 像唐诗啊 等等 学习作术 学书法 学绘画 学算学 学算学 另外呢 学国语 国语就是什么呢 就是 满语 另外呢 学奇色 另外还学什么呢 蒙古语 另外还要学各语种之间的反语 清朝皇子教育有一个特点啊 是不考试 不考试 所以呢 他也不学买武文 但是大家也必以为 不考试这个学习是不是就挺轻松啊 不轻松 为啥不轻松呢 皇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到书房 皇帝随便就拿出一本书来 发到多少页 你给我讲 你讲不上来 那多丢人啊 老师脸上也无管 还可能被扣工资啊 所以呢 压力也很大 另外 兄弟之间还有一个竞争 另外康熙帝还经常给他们加码 康熙帝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 我幼年读书的时候啊 一定以120遍为标准 他说要不这么个看法啊 你看不懂这个书里边的一里 因此呢 康熙要求皇子们就按照这个标准给我看 哎呀 看得很苦啊 120遍 当时的课文啊 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 他每一篇都不是很长 但是你说 这一篇我看一遍 用三分钟的话 120遍是不是就360分钟 合成小时不就六个小时 我看他材料记载 那皇太子任营 那从 从下午两点就开始 他这120遍呢 一直弄到 弄到都掌灯了 还没看完 很苦啊 另外呢 他没有具体的学习年限 不像我们今天有学制了 你比如说 小学多少年 初中多少年 他没有具体的学习年限 你比如皇子十五岁之后啊 他就要封爵了 给他一个爵位 什么爵位呢 可能是贝勒 也可能是郡王 甚至可能是七子王 然后呢 分府 在北京城里 给他分一个王府 然后呢 给他指婚 让他娶媳妇 另外个别皇子 可能还有差事 什么叫有差事呢 皇帝给他几个户门 让他去领导 如果你有差事 就是你当官了 你就可以不去书房了 否则的话 还得去 只不过结了婚之后啊 五号就可以回家了 那你还得上书房 大家说上到什么时候 我跟各位朋友讲 念到三十岁 还在书房里边念 因为他没踩事啊 所以皇帝让他 还得接着上书房 于是呢 他就去 那都二十多年 那在书房里边 都待二十多年 所以这个清朝的皇子教育 哎呀 可不得了 大家看看 这是清朝 乾隆年间的大学者 赵毅的回忆 赵毅是大学者 乾隆年间的探话 探话就是科举考试的第三 其实赵毅是考了个第一 乾隆皇帝 在发榜之前 一看着江苏省 又整个第一了 乾隆皇帝就闹戏了 在科学时代 得状元最多的 就是江苏省 其次是哪 大家知道吗 其次就是浙江省 宁波就出了不少状元 但是那时候叫 叫银县 乾隆皇帝去看 这江苏省又整个状元出来 乾隆皇帝给他换了 换成陕西省 这陕西省从来没出过 所以这个赵毅就取之地散 这是题外话 赵毅回忆 他说 于内之时 借早班之期 算以五谷入 就是我呀 在大内里值班的时候 赶上早班的时候 一般都是以五谷这个时间进城 他到紫禁城里就这么班 赵毅在军机处工作了一段 工作了一段 所以赶上早班 他都是五谷那个时候 进步 五谷就是三到五点 那取个平均数算是四点吧 你看赵毅他怎么写的 他说这个时候 不愿摆观 未有智者 谁没来啊 都有内府的苏拉 就是宫里边的服役的人员 偶尔有几个在那 往来 但是呢 这些人还没睡醒 偶尔还靠着那个柱子 还假妹 就是民意教 他说这个时候 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 入龙珠门 则皇子进书房里 就这个时候就已经隐隐隐约约的 能看到有白纱灯啊 进龙珠门了 就是太爷打着灯笼啊 领着皇子上学了 为什么入龙珠门呢 因为这个时候到乾隆年前 皇子读书的地方 就安排在乾清宫的东边 很近 很近 所以跟赵毅啊 有一个交集 那么赵毅就看到了 你看赵毅感慨的说 说五辈穷错大 专士读书为一诗者 尚不能早起 而天家 金玉之体 乃日日如是 啥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些穷书生啊 就靠读书混饭事 都起不了那么早 人家 人家生下来 就是人生赢家的那些 天皇贵奏 金子玉玉 而人家天天如此啊 那么 人家的文艺学水平 怎么能不高深呢 人家的武功 怎么能不娴熟呢 不怪不得 皇子皇尊呢 不仅诗文书啊 没有一个不擅长的 那就是上下 千古成败 都在自己心里装着 那么 那么 这些人将来 出来领导国家 那么 什么事 人家不能办的 这是造诣的 一个感慨 一个感慨 哎呀 他还没感慨完呢 还没感慨完呢 他接着说 他说 从前有个说法 什么说法呢 就是说这些 天皇贵奏啊 说他们 不行 为啥呢 他们 生于身宫之中 长于阿宝之首 啥意思呢 就是说这些 皇子皇孙们 打小就生在 那身宫里边 他不接触社会啊 长于 那些保姆 那些仆人的手里边 照意思说 那就比如说 前朝的宫廷啊 一舵游慎 前朝就是明朝 照意思说 你看那前朝 那宫廷 那偷懒 那偷到几点了 说皇子十余岁 那才请出阁 皇子都十多岁了 才上学 而且你看 不过是官僚 训讲片刻 就是那个官僚 那个 那个 那个老师啊 上课也是上一会儿 走着行事 然后就回去了 祈于节 父祀于居 剩下时间都是跟那些宫女太监 混在一块 那你还能指望她会明道理 还指望她能够了解 这个社会情况 那不可能 你想 曾经跟太监宫女混在一块 那太监宫女 她不都是变态的人吗 你跟这些人混在一块 那你还能好了吗 所以最后赵亦得出一个结论 他说 我朝御教之法 岂为历代所无 第三代以上 亦所不及 就是我们 大清朝 这个皇子的 这个培育的 这个 这个基本的规制啊 不仅是历代所没有 就是三代以上 也搞不上 三代以上 就是夏商周 那时候谁说得清 总而言之 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 清朝的皇子教育 在中国的历史上 最完整 最完整 强度最大 空前 绝后 绝后是肯定的 因为清朝完了之后 皇帝的时代就结束了 总而言之 清朝的皇子教育 十分阳科 我归纳一下 就是说 他表现在三点 一个是学习时间长 咱先说每天吧 那都不少于 十二个小时 批行大约 学习时间长 那么 每年呢 也没有寒暑假 也没有双休日 几乎天天如此 几乎天天如此 那么从学习年线上的话呢 普遍都得学习个十五到二十年 所以学习时间很长 第二呢 课业负担重 课业负担重 哎呀 我们今天的孩子 课业负担重 清朝 清朝的真正的贵族教育 你看他的课业负担多重 首先 他不仅学汉族文化 他还要保持满族的传统 就是满汉兼学 然后呢 他不仅学文 还要学武 因为满族的传统是上武嘛 你得会骑马 你得会射箭 你得会耍刀 会这个拳法等等 就是文武并容 满汉兼学 这个负担很重 第三呢 书房的规矩大 大家知道 教书育人呢 不仅是传授知识 还要教他 做一个 做一个高档次的人 怎么做这个高档次的人呢 你不是走路 有走路的要求 那小孩走路啊 跟大人走路不一样 小孩走路的特点是 蹦蹦跳跳 是蹦蹦跳跳 那你作为皇子 你蹦蹦跳跳 那老师会批评他的 那么 夏天了 天热 穿个体恤 可不可以 那时候也没体恤 不行 一律是刨挂 整整齐齐 带着这个 带着这个顶带 不许站下来 他说不热 热也得忍着 那么 大家说 那拿扇子 扇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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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看清朝的 这个 这个影视题材 作品里边 看着皇帝 经常拿一把扇子 那是胡扯 皇帝能拿扇子吗 你们看 今天故宫里的文物里 有几把扇子 大家说 那皇帝夏天热怎么办 夏天热 找太监来给扇子 那是私下场合 公开场合 一律 一律是顶铃刨挂 忍着 忍着 那当一个贵族 你得有贵族的这个范儿 你不能够像普通老百姓一样 穿个背心 哪把扇子 穿个拖鞋 那那么可以 规矩很大 规矩很大 不许摇扇子 夏天那时候也不许穿得很少 走路不许蹦蹦跳跳 训练他大概贵族 所以呢 清朝的皇子教育非常阳可 如果以 这个标准来训练 我不知道 今天中国的孩子们 有几个能坚持下来 哎呀 都是孩子 人家为什么能坚持下来 没办法 他只能坚持 谁让他是皇子 那没办法 往下说 说康熙帝的这个教子的理念 说康熙皇帝教子的理念 康熙皇帝啊 做了61年皇帝 那么 六十八九岁的时候 就去世了 去世了 然后呢 由他的儿子 雍正帝 上台 上台当皇帝 雍正帝啊 后来有一个回忆 他说每当世善问安之侠 天言一跃 背弃恩行 提命遵详 聚细戏举 什么意思呢 哎呀 皇帝很忙 那么平时啊 父子之间呢 也很少见面 但是皇子呢 他经常去请啊 偶尔呢 还陪父亲吃一顿饭 所以就等到这个 去请安的时候 等到跟皇帝 一起吃饭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康熙皇帝心情很好 那么就开始啊 不识十七地教育皇子 这是雍正的回忆 所以他父亲去教育他 也是在饭桌上 或者是在什么呢 在请安的时候 平时呢 都很忙 皇子呢 学习的任务 那么 皇帝呢 工作的任务 所以只是在饭桌上 在请安的时候啊 双方就留多一点 都交流什么呢 你看雍正回忆 有任人 辅证 任人就是用人 这统治者治理国家 你不能单打独咒 要用人 用什么人呢 当然是用好人 这是废话 那问题是谁是好人 对用人是一门 他学问 扶正就是推行政令 康熙给他儿个文讲 怎么用人 怎么推行政令 然后慎行 统治者治理老百姓啊 你用道德去引导 用刑罚来威慑 但是呢 在刑罚的使用上 你要慎重 所以只要慎行 康熙就是一个 很宽厚 很慎重的一个人 康熙皇帝创一个记录啊 这个记录 后来好像 一直没被打破 康熙曾经连续 十年 全中国没有执行过死刑 为啥 因为那是盛世 经济条件好 社会和谐 犯罪力底 到年底一看呢 全中国死刑犯 也就是那么区区几个人 康熙皇帝说 那算了吧 我们震霸国家 就不能包容这几个人吗 这改判吗 改判吗 所以慎行 康熙给他们讲慎行 中国呢 就是重视农业 我们是以农历国的吗 满族原来是渔猎民族 现在入入中原 也进行了转型 这个转型 就是康熙皇帝主导的 在文化上 跟汉州文化 接轨 在经济上呢 抛弃原来的渔猎的经济 也是搞这个农业 那么重苦就是提倡农业 还有行师 就是带兵啊 还有治河 什么叫治河 就是治理黄河 康熙的时候 生态环境相对比较好 黄河条件还可以 还可以的 偶尔也绝口 也绝口 那康熙皇帝 那一看黄河绝口了 领着治河官员 在那研究啊 康熙皇帝会提出 一系列问题 这个水的流速是多少 流量是多少 然后你这个绝口宽多少 这个绝口的面积是多少 我们堵绝口需要很多料 这些料的体积是多少 那康熙皇帝直接拿算盘 拿计算器就给 我到故宫里边 看的康熙皇帝的文具 居然看他有一个 欧洲生产的计算尺 我们今天基本淘汰了 这种计算工具 那当时那是多新颖啊 我一看我很惊讶 康熙有计算尺 那么来算 然后还有图书 还有经史礼乐文章 还有什么天象啊 地语啊 地语就是地理这一类 康熙皇帝领导 当时中国的学者们 画出了当时 据说在世界上 都是一流水平的中国地图 策规的非常准 那么还有什么呢 履历不算 还有什么养身啊 什么养身啊 还有治病的这些 可见 从雍正帝的回忆来看呢 这个康熙帝啊 他这个教旨啊 设计面非常广 非常广 在雍正八年的时候 在1730年 雍正皇帝为了纪念 他的父亲 下令编了一部叫 圣祖人皇帝 庭讯格言 那么一共收了 246条 康熙皇帝 说的教旨的话 那么 内容呢 都是康熙死路 都是康熙的 圣讯里边没有的 也不后那个书 那个书后来出版了 就是我看到 就有两个版本 就是说 这个世纪初出版 我想宁波图书馆应该也有 当然了 书名不叫 圣祖人皇帝 庆讯格言 可以赶 收了246条 我们不能每一条都讲 时代不同了 也不是说所有的 训旨 教旨的格言都有意义 我挑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说一说 看看 康熙大帝的教育理念 另外呢 我们也一起来共勉 一起来借鉴 第一类啊 读书学习的内容 首先第一 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大家知道 我们读书啊 花费很多精力 财力去读书 去读书 我们都是有目的 但是每个人都会把读书的目的 摆在桌面上吗 人家康熙的儿子 人家生下来就是人生的赢家 人家还要读书吗 要读书 为什么呢 康熙告诉他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明理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明理 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 然后呢 处理好人际关系 你得懂道理 你光拼爹 你说我爹是皇上 你就得服务我 那没那么简单 所以康熙让他们的皇子们 发愤苦度 目的是让他们明理 康熙说 你要是能做到明理呢 你就能够判是非邪政 遇到疑难的事情呢 你就只要按照道理去走下去 你即使失败了 你也可以问一些不愧吗 所以我感觉这个理念非常非常好 我们读书为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就是 把道理给他搞明白 我们做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这是一个读书的目的 第二读书追求什么 康熙告诉他的儿子们 他说读古人书啊 当神奇大义所长 大家注意啊 各位朋友 这个大义不是大体的意识 不是大体的意识 不是说你读书 你把大体的意识弄明白就行了 他说的是 威严大义 你读书啊 不用去扣字眼 康熙不是讲了吗 说古人在这个字眼上 也是互有一同的 你就是把这个书的威严大义 把作者的阻止精神给他搞明白 这是关键 这是关键 你扣什么字眼 我们现在就愿意扣字眼 你比如说 找一个死学工作者的这个文章 截取那么一小段 然后设ABC四个答案 让那个学生选 让学生选 这句话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次我突然发现 高中出的历史题里面 居然还选了我的论文里的一段话 所以这裕大乙说了这么句话 这个话有四个理解 ABCD 我说我试得理解 我选了一个 一看标准男还不是 开玩笑了 哎呀 康熙说读书啊 关键是搞明白这个读书的大义 威严大义 不是为了口罪眼 做那个牛角将 读书要注意什么 大家注意这句话 康熙说 告诉他的儿子们 他说 防看书不会输于史上 就是你别要输骗了 那才好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呀 书怎么会骗我们呢 这书要是骗我们 我们为什么还要看它呢 我跟大伙说 其实啊 康熙的目的 拿今天话讲 就是让皇子们养成批判性思维 没有一个作者想写书去骗别人 但是呢 我们看书 我们搞学吧 我们追求的是啥呀 我们追求的是创新 我们追求的是超越 你看谁都觉得谁了不得 那你 你怎么敢 所以康熙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你看书啊 要有怀疑的眼光 要有批判的精神 然后呢 你才能够在他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 所以他说看书 不畏输于史上 大家别从字面上觉得 我们不被书骗了才好 书怎么会骗我们 不会骗我们 就是说我们呢 要养成批判的精神 你看他读书学习 我感觉挑一些啊 在今天有一定借鉴价值的东西 我们拿出来一起来共勉 第四 读什么样的书呢 读什么样的书呢 书那么多 康熙的时候书就多 你今天的书就更多了 知识爆炸 迅约 这个迅就是 康熙 祖语就是康熙 康熙训悦 古圣人 所道之言及经 所行之事及史 就是说 古代的圣人 他们说的话 就是经典 他们做的事呢 就是历史 开卷 既有益于神 什么叫开卷 我们今天一期开卷 大家说开卷考试 不是 开卷就是方开书 方开书 哎呀 康熙说 古代圣人 他说的话就是静 他做的事就是实 你们打开书去看 就有益于你们的身心发展 康熙接着说 儿等 就是 康熙教育那些王宫大臣们 说儿等啊 平日读书 以及平日去教育你们的子弟们 大后注意啊 要读经 读史 以经史为要 至于什么 阴世 说父 康熙说 那倒是文人之事啊 你只要俗读经史 你自然也就能做了 不用专门花时间去钻研 那个玩意儿 要冲小气 哎 康熙下面说了一个在今天可能会引起争议的观点 康熙告诉那些大臣们 说那小孩啊 断断不可以让他们看小说啊 为啥呢 你康熙不解释 他说小说之事 皆扶衍而成 不实在之处 这些小说都是瞎扁的 没依据啊 让读者看的时候 可能信以为真 而一些档次不高的人 他可能去效法 他们哪能 哪能 读得懂那个小说作者的 这个本心呢 他就看个热闹 然后去学那些外媒邪道 康熙说 这是殉子之道啊 儿能切记之 我感觉这句话 对我们今天依然有指导 就是说你读书 读什么样的书 康熙告诉我 我们读经史 读经史 我们今天你说读书 他也面临选择呀 面临选择 书也有各种各样的书啊 那还有的是教你 怎么怎么种花 怎么怎么做菜 那是打字比较高的 比较低的书啦 是吧 那么甚至还有什么 糊弄人的书 什么成功学呀 你读什么样的书 当然小说就更多 更多 我们今天可能会理解说 读小说啊 对锻炼写作能力啊 会有帮助 会有帮助 但是康熙皇帝的担心 你今天依然 你依然 因为毕竟小说那里是虾编的呀 不能说虾编 虚构的 虚构 那么你说虾编的 那人家中文系那些人就不在意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读小说要选择 要选择 我们几十年上百年 这些文学遗产里面 有一些好的小说 选择给孩子们 不好的要要要要注意 要注意 康熙有这么个理念 我们可以借鉴 好了 这是什么呢 学习的理念 第二 修身处事 古人呢 特别强调修身 古人特别强调修身 那不是讲吗 从天子一直到最普通的老百姓 每个人都把修身呢 视为是最重要的 另外呢 我们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也有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也很先进 直到今天 我们都很感动 2000年前 我们的孔子就能提出 这样的理念 什么理念呢 就是说 调育 首先是 得道德的教育 首先是 道德的教育 我们今天也很注重 道德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是什么呢 就是塑造国家 转实力 就是我们建设 伟大的国家 我们都有 有高铁 动车 飞机 航空母舰 但那是国家的硬实力 我们还得有另一种实力 什么实力呢 软实力 软实力的特点 就是很难量化 他也不能打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不能忽视他 古人是强调这个道德建设 我们现在也强调 你看修身促世啊 其实康熙说的最多 康熙他 他有一次看奏哲啊 大臣的奏哲里面有一句话 叫 志心只要守在科技 康熙很感动 马上就跟那些老师们讲 说我看了这句话 志心只要守在科技 所以你们一定要跟那皇子们讲 啥意思呢 志心就是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 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 康熙一下 首先要科技 什么是科技呢 大家注意 从字面来说 就是克制自己的私心和欲望 对自己阳格要求 克制人性的弱点 人呢 每个人都有弱点 我随便提提提提 举一个例子吧 你比如贪财 那可能就是弱点 就是人要克服自己 人性中的弱点 严格要求自己 说白了 就是自己管好自己 看起来这句话好 马上跟老师说 说你们赶紧跟皇子们讲 志心只要守在科技 大家知道 在这个社会上 有的人成功 有的人比较成功 有的人一般成功 有的人可能就不成功 大凡成功的人 一般在科技方面 可能做的都比较好 都比较好 就是克服人性的弱点 自己管好自己 这个小孩啊 他不懂事 有的时候会脏嘴 说我不愿意上幼儿园 我不愿意上学 那你就干 你愿意干的事啊 人可能很成功 也可能很不成功 但是这个人不管多成功 和多不成功 他的共性是啥的 都是每天要做他 不想做也得做 不做不行的事 你们以为 那了不起那些成功人士 就成天想干啥就干啥 一个人如果要成天 就干自己想干的事 我们汉语有个贬义词 叫为所欲为 是吧 所以要客气 管好自己 大神给康熙丧了 这种之 其中提到了什么 叫置信之药 守在客气 康熙很感动 立即找老师 说赶紧跟同志们讲 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首先要管好自己 第二 慎读为训 不起暗示 什么叫慎 慎读 慎读呢 慎读这是我们 古人在修身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理念 什么叫慎读呢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 假如说要是早晨出门啊 我要能捡一个钱包 那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是什么呢 大家纯属假设 还捡不到钱包去 那个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是一定是要 看一看周围有没有人 对吧 经过纸细过 他发现周围没人看到我捡钱包 这个状态就叫 赌 就叫赌 没有人监督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能把这个钱包送到派出所 那请警察叔叔把它归还师叔 那我就做到了 慎读 那么大家理解了吧 什么叫慎读伪训呢 就是没人监督你还能管好自己 康熙啊 跟他的皇子们说 你要做到暗示不起 什么叫暗示不起呢 康熙特地强调两点 特意强调两点 一个是啥呢 在没有千多的环境下 你要做到表里如意 自己挂好自己 再一个呢 你内心当中不要有一些坏的念头 因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有个词叫 人一心难测 你知道他心里想的 你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但是尽管别人不知道我们心里想啥 我们也不想那些坏念头 所以呢 康熙强调圣毒委屈 暗示不起 还是强调要做一个好人 做一个表里如意的人 所以你看康熙让皇子们修身处事 这是打造他们的软实力 第三 以苏存心 得实如极 大家知道这个苏怎么来理解吧 儒家特别强调一个苏字 要是两字就叫朱苏 就叫朱苏 苏是什么意思呢 哎呀 今天的人如果要理解起来 恐怕会忘闻生意吧 你看古人造字都是有讲究的 你把苏字拆开不就是儒心吗 就是如人之心吗 哎这个苏字在这里呢 是讲的 你多考虑别人 多考虑别人 康熙告诉皇子们呢 你要以苏存心 得实如极 得实如极 怎么做呢 康熙说 是这样的 说你看到别人呢 有得意的事 你就要生出这个 这个 这个 欢喜心 啊 生出欢喜心 呃 你要是见到别人呢 呃 见到别人呢 呃 有这个 呃 不好的事 你就要生怜悯心 啊 康熙特地强调 说你不能 忌人之诚 乐人之外 康熙说 那样是不可以的 就人家有成就 你就嫉妒人家 人家 有 吃了鬼了 你就高兴 康熙说 那不行 为什么那样不行 康熙说 如果你要这样做 你怎么在社会上 跟别人相处呢 所以呢 你要以素春心 得失如己 人家有高兴的事 你要跟着高兴 人家有 不高兴的事 你要跟着一起来 不高兴 千万不能 寄人之诚 啊 乐人自败 他说那是 万万不可以的 如果那样的话 那 你们怎么跟别人相处 呃 呃 康熙啊 强调这个问题 往下说 第四 以劳为乎 以义为乎 康熙这一生啊 够忙的 够忙的 呃 这个人呢 天生是为学习而生 为国家而生的一个人 忙得不得了 啊 那么 他跟他的皇子们讲啊 他说社会上的人呢 都是 好义无劳的 啊 那么 但是呢 康熙强调 他说我不这么要认为 啊 他说我认为啊 一个人只有经过劳苦啊 才知道安逸的美好 啊 你成天安逸 你安逸的 习惯了 你也不觉得安逸怎么好 完了万一 你在探上点事 你 你又应付不了 啊 所以呢 你应该 把劳苦啊 视为是一个福分 你把这个安逸呢 视为是一种 祸患啊 不要觉得这个勤劳是是多么 多么多么不好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这个里面 就往下说 实心相待 不物虚 康熙啊 跟皇子们格外强调 强调什么呢 呃 呃 就是要做到一个成 做到一个成 呃 大家知道有一句话叫 经成所至 今时未开 啊 那么 要 实心相待 实心相待 那么 以成相待 啊 那么 不刷小聪明 不搞那个什么阴谋轨迹 以成待人 以成处施 发生内心的成 啊 不要追究那些虚的毒 啊 这是康熙 呃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我们再往下说 还有啊 啊 第六 实心相善 啊 趋即 必须 呃 康熙啊 跟他的孩子们讲啊 他说 为人出事啊 凡事啊 多往好处想 他说 你往好处想呢 就会有一番 吉祥的景象 哎 康熙说 你凡事往好处想 啊 那么 你就会动 善念 啊 动善念 啊 相反呢 你要往坏处想呢 你就动 恶念 动恶念 啊 他说你要是动 善念的话 吉神啊 吉祥的 神仙的神 那吉神就跟随着你啊 他说你 送一恶念的话 你虽然是刚动一个恶念 你还没做什么恶事 但是 但是 凶神已经到了 啊 所以凡事啊 我好处想 啊 为人出事都不要 不要祖生那些恶念 啊 康熙本人也是一个很宽厚的人 啊 很宽厚的人 所以康熙去世了 给他的这个嗜好不是一个字吗 叫人吗 啊 庙号是圣祖啊 那么嗜好是人 人皇 人皇 凡事往好处想 你比如说 那宁博的黄中熙 早年抗庆 早年抗庆 但是后来失败了 失败了就隐居下来 隐居下来就隐居下来呗 啊 远居下来 他不抗庆了就拉倒呗 啊 但是 康熙希望 黄中熙能够到 清朝的阵营里来坐过 这样一来 对 调动 东南人民 对朝廷的向前利益 那不是有保护 哎 黄中熙就不去 就不去 啊 康熙就希望他来 他就不去 就不去 啊 哎呀 哎呀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那不去就不去 那不去就不去 你换明太祖资员 那给你脸 给你面子 你怎么 你还拿 那你还居然 你还端起来了 那那可能 哎 你不来就不来 不来就不来 啊 所以康熙一点都没有为难过黄中熙 啊 一点都没有为难过黄中熙 什么叫精诚所至 坚实未开 你说一个明朝的遗老 一个曾经出生入始跟大清朝作战的人 你最后不也被康熙皇帝感动了吗 啊 那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说 康熙就成就了黄中熙 当然这个夸张了 啊 夸张 那么 我希望你来做官 你不来 不来就不来 不来就不来 地方官上班跟黄中熙谈 他也没谈通 但是呢 黄中熙最后也是在改变 在改变 那么也说了很多康熙的好话 这些话 有人就研究是 这黄中熙说的 是不是言不由衷啊 其实我感觉 黄中熙这个人 也是一个表里如意的人 他那么大岁数 他又没有什么追求 他犯的上去巴结康熙 他说了一些好话 我感觉还是都是都是啥 都是发自内心 所以慈心向善 凡事往好处想 往好处想 那么 康熙说你 你总是啊 往好处想 他说 急神 来了 相反你往坏处想 凶神就来了 所以 慈心向善 趋机必凶 往下说 习累之功 失之以恨 康熙给他的孩子们讲 讲什么呢 说人呐 要弃而不舍地努力 不断地积累 你积累长了 时间长了 你就成了一个好人 你接着积累 积累到一定程度呢 你就从好人呐 变成了君子 然后呢 你再接着积累 积累到一定程度 你就成了圣人 康熙是在弘扬一种价值观 什么价值观呢 就是持之以恒 我们这个民族啊 是 是赞美持之以恒 这种 这种精神的 不是有两个故事吗 大家都知道 一个是 愚公 一杀 一个是 只要 公父神 提出 磨成阵 哎呀 愚公的那种行为 是很愚蠢的 要不然他怎么能叫愚公呢 但是 但是 他这个精神了不对 精神了不对 提出 磨成真 那也是欧哥的这种精神 就是持之以恒的精神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康熙呢 用这种精神来激励他孩子们 要持之以恒 因为你持之以恒 才可能成功啊 持之以恒都不一定就成功 但是你要是 不持之以恒 压根都不会成功 所以呢 康熙呢 衡扬这个理念 还有 义乐有解 清修不多 你看康熙这句话 训悦 常为四肢之安逸 性也 皇上曾经说过 说这个四肢啊 这个安逸啊 那是人的天性 天下哪有不喜欢安逸的人呢 但是 你这个安逸要是大个劲儿的可不行 所以 你看康熙特意强调 所以 君子者 努力的工作不敢懒惰 要控制自己的欲望 而不敢放纵 要 要节制 自己的情绪 可别乐极生辈 珍惜自己的福分啊 而不敢 僭越 你说这个福分 都是一定的 都是一定的 你这个福分 你 你 你 想多了 你最后 你不就没了吗 所以得省个点用 是 以身 安 而 遮 藏也 啊 那么 义乐有解 清修 无多 我们每天要做的事 就是 兢兢 业业 踏踏实实的 努力的 去工作啊 不要想着放纵自己 不要想着放纵自己 去安乐呀 去享受 那样不好 啊 康熙强调这一点 啊 第九 他 修身 置信 尽于 素日 修身 自信 尽于素日 你看康熙说 说什么呢 嗯 大法呢 人们 修身 置信 都应该 从每一天做起 从小事 做起 他说 我在六月 大暑的时候 六月 这是烟丽六月 大暑 那是非常热的时候 不用杀 不除官 这都是平日 不做放纵 而能而已 啊 这是帝王的派头 啊 不能闪闪的 不能把帽子 摘下来 啊 反正我也有皇冠 我也舍不得宰 开玩笑 啊 这都是平日 不能放纵的 啊 才能够达到这一点 皇帝的要求 那是很高的 大家看看紫禁城里面 那皇帝宝座啊 比较大啊 像个两个人 三个人的沙发一样啊 左右有扶手 但是你够不着啊 后面有靠背 靠背上 叼着很多的龙 你靠 也靠不上 因为那些龙 扎着他 啊 其实那个宝座 你坐到上边 你就得挺直腰杆 坐到板板正的呢 啊 要做出天子的态度 啊 所以这康熙讲啊 哎呀 修身置信啊 从日常生活中 就得表现出来 你看我六月大暑的时候 最热的时候 不用扇子 也不 战一下帽子 这都是平时啊 不放弄自己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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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再往下说 第六 第三个方面 是 为政治国的 这些东西 防患未染 心小胆大 我感觉 康熙啊 跟他的孩子们 谈这些 教育的理念 谈得最多的 其实还是 修身的 内容 啊 就希望他的 这些孩子们 都成为 党是很高的人 啊 成为有用的人 啊 那么 为政治国方面呢 说的也不算太多 不算太多 啊 你比如他提到了啊 防患未染 心小胆大 迅约 就是说 皇帝说 说什么呢 呃 他说大凡呢 人们在没有事的时候啊 你要居安思危 要防乱未染 那事自然就不生了 啊 等到有事的时候啊 你就像 没事一样啊 来让自己平静下来 那这个事自然 也就很容易解决了 啊 康熙格拜强调 心愈小而胆愈大 怎么叫心愈小而胆愈大呢 不是小心眼啊 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你考虑问题要越细致 越好 你做事要越破辣 越大刀阔斧 越好 啊 康熙说 遇事应该如此 应该如此 你考虑问题越细致 越周到越好 处理问题 越雷厉凤星 大刀阔斧 越好 啊 这是康熙的一个理念 啊 还有 什么呢 持心坚毅 外斥狭义 康熙告诉他的孩子们呢 他说 从前呢 那三番之乱 三番之乱 他说 我料理军物啊 哎呀 忙得脚不粘地啊 但是 我在表面上 还不能显示自己啊 忙乱得不得了的样子 每天还得拿出点时间呢 到景山去 跑跑马 射几件 射几件 当时 形势很紧张啊 北京的这个 这个 清兵的精锐 都开到前线去了 北京很空虚 当时有的人就给 康熙皇帝写匿名信呢 写啥匿名信 说皇上你没信没费呀 这时候你还玩啊 还每天跑景山上 那儿那儿那儿去 去骑马射箭啊 你不着急上我 康熙说 说我要是也着急上我 那人心动摇 那说不定 还会发生别的意外呢 就是说 康熙跟孩子讲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做一个领导者 做一个高贵的人 你要做到你要喜怒 不行于色 你要太山崩于前 不色变 越是紧要关头 你是领导者呀 你要给大家一个心安的感觉 你别自己就先惊慌失措 所以 实心坚毅 但是表面还要体现出一种 恰意 啊 没事 不用害怕 看我的 就这么个意思 还有 往下说 遇行法令 为审 西安之 康熙跟那皇子们讲啊 他说你想推行个政令啊 首先要以身作者 他说就拿西安这个事 康熙说我原来是西安的 是西安的 那时候西安跟我们现在 西那个卷烟不一样 都是拿很长的一个烟袋 康熙西安有一次出点事 他一边看奏哲 一边西安 他一下子那个烟袋就翻过来了 一翻过来 这个火就 火种就掉到桌子上 就把他文件呢 给烧了 当然很快火就扑灭了 那是康熙想象到后爬 为啥呢 因为那时候没有福音机 也没有电子邮件 这些文件都是很重要的 国家文件也没有副本 你给烧了 不麻烦了吗 更严重的是 那紫禁城是世界文化遗产 你给一把火烧了 你不成历史追人了吗 所以康熙就做了个规定 紫禁城里不许抽烟 不许抽烟 直到今天这个故宫里边 还沿袭着 康熙的这个规定 也不许抽烟 康熙说 那就从我做起呗 于是康熙呢 也不西安 康熙讲 他我是西安的人 那为什么不西安 就是为了在紫禁城里边 执行这个政令 那紫禁城 全是木结构建筑 而且一个建筑 连着一个建筑 那个防火是重中之重 防火是重中之重 那么康熙他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你要推行一个政令 首先你要自己能做到 你自己做不到 你要求谁做到啊 那个 我是在浙江明博的图书馆 天一讲堂上来讲 浙江听众可能是比较多 浙江的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有个妻子 就浙江有个儿子 叫宋美玲啊 宋美玲 在上世纪搞这个新生活运动啊 就是我们要过文明的生活 你比如工厂都不能西安 不能西安 我看那美国记者 不就是说了一件事吗 宋美玲请他们在这个饭店里边吃饭 期间呢 宋美玲就拿出了烟 自己要抽 然后给记者们每个人都给一支 美国记者 他这个一根筋呢 他就指着墙上那个浸烟的标语 你看这不写的不让抽烟 你看宋美玲说上 说那是给老百姓看的 我们不受这个约束 你看看康熙皇帝的情怀 御行法令为审先知 宋美玲说的这个话 实际上美国记者都消了 要不然怎么写到回忆录里 让我看上去 你说 胸襟宽广 自认其过 康熙给他的孩子们讲 他说我身边一群人 太监的先生都跟着我 他有时候我忘了个事 有的时候就责怪太监 你怎么没有想到 但是呢 过一段又想起了 原来这个事不怪太监 是怪自己 这康熙呢 又把太监叫过来 怎么呢 让他认错 说我错怪你了 弄得太监 啪的地呢 都不敢抬头 康熙啊 跟他的孩子 蒙基啊 他说 你要有一个宽广的胸怀 你要敢于承认错误 能够自己把错误 懒到身上的人 他这都是了不起的人 他确实抗熙 确实了不起 一般凡夫俗子 他遇到的可能性 是这样的 就是 你遇到事 想法上 我往别人身上推 其实我跟他说 推是推不掉的 你懒自己头上 也天 塌不下来 没有问题 所以自认其过 是个高贵的品格 这个事我负责 这个事怪我 大家反倒对你 刮目相看 不好 这是第四个理念 第四个理念 第五个理念 康熙讲 假那良言 从见如柳 皇帝自主 靠一个人的 这个 智慧啊 经历啊 是不够的 那么自己的认识 肯定会有局限 所以你要 听不同的意见 康熙说 当统治者 一定要 有这个度量 来 接纳 良言 来接纳 不同的意见 康熙就讲啊 他说 三藩之乱的时候啊 他说我们八七兵啊 有一个部队啊 在湖南永兵 就是现在湖南 山州那一带啊 被这个 吴山贵的部队 给包围了 他说好多天 都没有消息啊 康熙很着急 着急的 都表现在脸上了 有一次开会 散会之后 有一个满洲大臣 就留下了 又跟康熙就讲 说 陛下 愁眉苦脸 你急什么 你急什么呀 这个大臣告诉康熙啊 说你没看太祖太宗 那个时代嘛 康熙肯定没见过太祖太宗 他连他爹都没太见过 没什么印象 那大臣讲 太祖太宗 成天打仗 我没见他 做过一次没 没见过 做过一次没 你要有信心 你为这么点事 你说你就成为互联 我觉得你搞不上太宗太宗 那么康熙就举这个例子 举这个例子 然后呢 跟这个大 跟这个儿子们讲 但是他这样批评我 他说我也接受 我也接受 那么 确实当皇帝 不应该这样喜怒行于死 再往下说 还有两个理念 小事不乎 方位度见 这个事儿啊 总是从小到大 所以康熙讲事儿 不管大小 都得一体留心 一体留心 这样一来呢 你才不可能 千里之地 溃于乙穴 溃于乙穴 所以要防围度见 一切事物不可 谢曼是啥意思呢 就有一天呢 康熙看文件 那个刑部啊 给康熙上了一个折子 康熙一看成里边有错字 康熙就火了 就跟那些官员们讲 这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不看呢 康熙讲 就当时 当初打仗的时候 一天三四百分 咒词我都看 现在天下太平 咒词还四五十天 我看着有什么难的 你们以为我不看 你就糊弄我 所以康熙就很生气 虽然你这公文 不是特别重要的公文 但是你也不可以谢曼 我们一定高度 不负着高度认证 高度认证 康熙啊 这个教旨的理念 先行时间呢 我不能多说 我挑一些在今天 依然有架子的东西 我们说一说 供大家参考 最后一个问题 讲这个康熙皇帝 教旨的评价 我跟大伙说 这个教旨啊 教别人的孩子 不一样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哎呀 我们中国多少个名师 教别人孩子教的好 教自己的孩子 就教不好 康熙呢 比老师 他多一充身份 他是皇帝 他是皇帝 所以呢 他有他的有利条件 但是呢 我们也得承认 教旨相对比较难 另外啊 对康熙的教旨啊 我们也不要太理想 康熙皇帝啊 说起来也不是一个 哎呀 扶贩很大的一个人 你想八岁的时候 就就没有爹 没有马 然后去做皇帝 干了61年 大家想一想 一个职业干61年 苦不苦啊 不能跳潮 不能歇业 也不能退休 等着他 就是这么一句话 叫死而后已 多难啊 哎呀 在康熙晚年的时候啊 身体也不如钱了 精力也不如钱了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什么问题呢 你这么多儿子 你皇位才一个 你给谁啊 所以呢 康熙晚年的 处位之争 也把康熙给闹得 心力交瘁 所以我们对 康熙的教旨 也不要太理想 但是 总的来说 这个康熙教旨啊 还是成功的 还是成功的 康熙的诸子里边啊 有的成为了政治家 你像黄世子 我们知道是雍正皇帝 还有黄八子 黄十四子 有的成为了学者 你比如黄善子 允世 那么还有 有的成为了艺术类专家 你比如善于书法 或者善于绘画 有的善于做师父 等等 总之啊 康熙皇帝的儿孙们 多数能闻能 基本没有不学无术的人 更没有胡作非为的人 他们都有一定的素养 都有一技之长 尤其是康熙之后 出现了两位杰出的君主 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是康熙的孙子 康熙的孙子 绝大部分康熙都没见到 但是呢 康熙晚年见到这个乾隆 当时叫弘历啊 喜欢的不得了 为啥呢 康熙见到弘历就开始 考他 哎呦 考不倒 问他什么问题 这弘历都侃侃耳寒 康熙乐的就把这个孙子 带在身边 亲自辅导 所以 祖孙之间 复了难得的一段时光 当然也不是很长 也不是很长几个月 多半年吧 多半年 对着康熙前这三代君主 共同缔造了我们 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盛世 直到今天 这个盛世 我们依然还能够看到 这个盛世的影子 你到北京去看看 看看圆明园 看看紫禁城 你看看清渔园 现在叫颐和园 还有这个盛世的这个影子 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很多的遗产 很多很多的遗产 那么 你比如说领土啊 疆域啊 但是一回事了 人口啊 等等 我们还 我们还 还受着这个王朝 所遗留下来的遗产的恩惠 那么 康熙以后啊 清朝的皇帝啊 依然重视这个皇子教育 留下了不少可贵的材料 我感觉最重视皇子教育 就是乾隆 乾隆的皇子也多 皇孙也多 黄征孙也多 留下了很多材料 你看道光皇帝这段话 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道光跟他的皇子们就讲 说你们不要忘记 祖宗创业的不义啊 道光皇帝跟皇子们讲 你们无论如何不要 是富贵为己所应有 你们别以为你们就生下来就应该富贵 我告诉你 皇帝指数去要饭的也不发其人 你们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道光格外强调 说你们饮食物上真意 就是吃饭别追求什么山珍海味 道光说观赏物求华美 穿衣戴帽不用非得去 去整那些名牌 耳目物为物欲所应 别成天追求那些视频上的享受 道光说 居处物为人巧所获 住的房子能住就得了 别整花里胡哨了 道光说不要做无意害有意 不要贵义物建用物 一丝一束都是出于民旨民稿 你想到这一点你们能够惩欲妄为吗 哎呀一个中国古代的帝王能认识到这个水平 真了不起 真了不起 你要想到都是出于民旨民稿 那你怎么能惩欲妄为呢 但是我跟大家讲 但是必须承认呢 咸丰以后啊 这个皇子教育制度就逐渐废弃了 废弃的原因就在于 清朝此后的皇帝就没有皇子 大家说有皇女都没了 都没了 不省了 不省了你这个制度还怎么维持呢 所以到光绪中啊 慈禧太后就下令把上书房给裁了吧 皇子教育成为历史 十余年后清朝就灭亡了 清朝灭亡以后 清朝的遗老们还反省这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慈禧太后啊 费上书房这件事 我弄的这些清贵都不读书 你看晚清那些清贵贪赃亡法 无恶不做 武昌起义一爆发 这些皇族不想着跟王朝共宽难 一个个都赶着大车到大清银行去提款 然后拉着金银财宝 存到外国银行里去 这些人连道理都不懂 就是因为不读书的原因 所以十余年后 这个清朝就灭亡了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 大体就是这样 那个网上线上 讲的时间不亦太长 其实我今天讲的也时间不短 那么我们一起回顾了 康熙皇帝的教子的理念 大家要是觉得 有点价值也仅供参考 我今天就讲到这吧 谢谢宁波图书馆 天衣讲堂的各位朋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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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